大家好,欢迎来到会员看中国,我是善宇 不可思议,天津卯楼盘房价跳崖下跌 原来160万元的房子现在只要39万元就能买到 可悲的是,即使降到39万元了,都降了75%了 竟然也没人要,依然卖不出去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崩盘,销售建设陷入困境 近日有关天津571楼盘从160万降到39万的话题 登上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引发热议 据大陆媒体报道,断崖式下跌的楼盘是天津首创新北京半岛项目 一名当地的中介人士表示,这个项目最火石是在2016年至2017年年初 高层房源曾达到2万元每平米的售价 一套83平米的房子,价格是160万元左右 现在这边再售新房价格降到了7000元每平米 同类二手房源价格也到了每套40万元至50万元 现在有非常着急出售的降价到39万元,也很正常 有业主说,我买的这套房同户型 现在的二手房价基本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一 但有剩者降价到了最高点时价格的四分之一在出售 虽然天津首创新北京半岛不及河北燕郊的一些热门项目房价 涨得那么厉害,但价格也翻番 甚至出现过一房难求的情况 但随着限购疫情等多重因素 该项目迅速降温房价直线下降 从2020年至2023年首创新国际半岛内二手房源的价格一路下滑 在2022年年底二手房源价格基本腰斩 进入2024年小区内名为喜瑞昆廷项目仍有新房在首 首创置业将该项目单价降为7000元每平方米左右 一套69平方米的量居室总价仅需49万元左右 二手房源降价则更甚 再看天津武清区整体的楼市状况 根据房天下数据 从2021年至2024年的三年间 武清整体二手房价格一直呈现下滑趋势 今年5月其区域成交为1090套 成交量下滑了16.42% 不只是首创新北京半岛项目 整个环京区域的楼市近几年都进入了冰冻期 2021年有报道指环京地区的河北湘河 房价出现了膝盖展 单价值降近70% 于是出现了有业主将房子白送的情况 一位业主因还房贷压力过大 无奈的发帖说 我是首尔林英大道的房主 因为还款压力太大 房子想免费送给大家 只需要你把尾款帮我还了就行 天津房价断崖式下跌引发讨论 一位大陆财经博主说 160万降到39万 降了75% 这太夸张了 可见之前房地产的泡沫有多大 几天前还看到深圳好几个老小区房价 降幅也超过50% 我个人认为 总体来说 目前的房价还在下跌趋势中 大家买房需谨慎 也有博主说出生人口越来越少 房子越建越多 房价肯定要下降的 而且还会继续下降 大概降到10年前的水平 所以想买房的各位先租房吧 过几年再买 能省一大笔钱 目前中国房地产危机四伏 房价还远未见底 以示共识 未来80%房子的价格将会腰斩 100万元的房子 40万元都卖不出去 最近有专家站出来说 未来的房子将会彻底沦陷为白菜价 现在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 房子却越盖越多 未来将会出现大批量空房 房价跌得有多惨 才住了三年的房子 从160万跌到100万 真的心如死灰 我们夫妻两人都失业了 这一个月来还要还6000元的房贷 还要养育两个孩子 一个月固定开支就要1万元 原本我们决定把房子卖了 但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 房价跌得太惨 让我们非常后悔 当初买下这套房子 从中国官方数据也可以看出 中国房价在加速下滑 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 其实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 不含国家保障性住宅 较4月下降0.71% 为2014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现屋价格下降了1% 这是2011年中国政府开始使用 现行数据收集方法以来的最大降幅 数据还显示按年度计算 新房价格同比下降了3.9% 而4月份的降幅为3.1% 5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2.01 延续了去年11月以来的连续跌势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洋指出 以海外经验来解释当下的中国房价 房价跌幅需达到40% 市场才可能得以矫正 目前还没有调整到这种幅度 中央政府注入的资金量太少 地方政府也没有积极性扩大贷款规模 所以市场自然会继续调整 如果让市场自由调节 房价必然还会下跌 姚洋表示 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期已经过去 中国经济期待新增长点 他预测下半年房地产依然会有新政策出台 但不太可能是人们所期待的大招 中国房产低迷还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卖地收入 中国财政部近日公布了最新财政收支情况 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个月 中国地方政府性质的基金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土地出让收入为12810亿元 降幅继续扩大 另外五月份当月土地出让收入降幅继续扩大 同比下降了27.4% 具体到各省来看 云南省财政厅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个月云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114.9亿元 同比下降22.55% 这一降幅较前四个月扩大6.6个百分点 吉林省财政厅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个月 当地土地出让收入62.9亿元 同比下降36.5% 海南省财政厅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个月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约91.1亿元 同比下降12.4% 这一降幅跟前四个月基本持平 另外 根据月开证券研究院的数据 前五个月30个省份土地出让成交款 与上述土地出让收入口径不同 仅包括分期缴纳的土地招拍挂和协议出让收入中 26个省份出现负增长 其中15个省份同比下降超过30% 其中广东负57.5% 四川负42.7% 江苏负42.6% 这些地区的跌幅较大 对此月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第一财经表示 土地市场低迷 预计2024年土地财政收入可能进一步下降 预计2024年全国财政土地出让收入4.7万亿元 减少约1.1亿万亿元 同比下降19% 而地方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 主要是近些年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 开发商资金紧张 居民购房意愿不足 使得地方土地出让 价格齐跌 就在几年前 中共当局还在中国各地推出一个一个的政策措施 对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行限制 房地产业畸形发展 中共当局通过强硬推行的三年疫情清零政策 以及其他政策打击经济增长 一度占中国经济近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业几乎崩溃 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陷入破产境地 给整个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拖累 甚至威胁中国金融稳定 在这种的局势十分明显之后 中共当局近年又频频祭出支撑和支持房地产业的政策措施 试图推动房地产业回暖 但受效甚微 房市仍是喋喋不休 中国为了旧房市现在把算盘打到农民的宅基地上 中国安徽凤阳 江苏南通 湖北俄州等地 今日出台新的房地产政策 鼓励农民退出 放弃农村的宅基地 改到城市里买房 所谓宅基地是指 在中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下 农民人口可以用于修建住宅的集体建设用地 无需缴纳任何土地费用 具有福利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 而宅基地上建成的房屋属于农民个人财产 但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安徽凤阳县政府表示 从6月20日至今年年底 自愿放弃农村宅基地并进城购房的农民 可获得一次性5万元人民币的购房奖励 江苏南通市最新公告的通10条房地产新政 包括至明年6月30日期间 在主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加大 给予购房款总额1.5个百分点的奖补 若自愿退出或放弃农村宅基地而进城购买房的 给予一定额度的奖补 此前湖北俄州也提出类似的政策 鼓励农村居民进城购房 按照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购房补贴 不过中国政府这项新政引发网上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四川农民任飞表示 他所处的农村目前还没有实施这项政策 但他估计农民的反应应该很冷淡 因为宅基地是农民的根 一旦失去宅基地就失去了农村的根本 农民就回不去了 回去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说对农村人而言 祖宅是内心安定的港湾 绝对不可能轻言出让 政府现在的做法等于是把农民的根都拔掉了 任飞表示为了救防市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 但他实在不能理解有那么多政策工具 可以用为什么非要打宅基地的主意不可 因为坦白说能买房的人都已经买了 政府现在是进一步针对没有购房需求的人下手 任飞还说 事实上留在农村的人算是比较贫穷的人 而且很多都是老人 如果把他们仅有一点价值的宅基地换成五万块钱 但这些钱在城市里购房可能连个首付都不够 况且中国现在的经济条件不好 城市里的工作也很难找 农村人拿五万块进城 买不起房也找不到工作按揭买房 然后老家的宅基地也没了 可能真的从此居无定所 只能到处流浪 还不如原本住在农村 至少有个安身立命之处 曾经是农民工的中国维权人士张先生表示 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农村的宅基地如果要转移的话 必须通过征收 但政府现在是用鼓励的方式 以五万元就要农民放弃宅基地 令人担心是否会变相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强迫 张先生说 官方为了达成政策目的 接下来可能会采取很多手段 就像当年房地产暴涨的时候 政府未通过合法程序征收就半胁迫地主签了一个自愿拆迁协议 虽然表面上说是自愿 但实际上是用黑社会的流氓手段 派人到家里胁迫 逼使人不签也得签 因此很难保证这项政策无故技重演 张先生表示 农民三农问题是基础设施 国家要去扶持要去保护的 既然可以逼着农民五万块钱退出去了 那你想他会不采取很多趁我打劫的手段 肯定要上这些手段对吧 那么所谓的新农村建设 这个又将流产又破产又将烂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 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更加美丽移居 但张先生表示 一旦这项政策铺开 农民最后被迫背井离乡 农村只会变得更加凄凉 这是一个可预见的结局 他质疑 我都不知道一个错误去掩盖另外一个错误 就是一个烂尾 又用成另一个烂尾 这样搞下去有意义吗 中国网友说 无论是2007年年底发起家电下乡 还是2009年初启动汽车下乡 每当产能过剩的危机扑面而来 老乡们总能在关键时刻敞开怀抱 打开钱包 带领我们逢凶化吉 推动经济巨轮 转微微安 这次又轮到老乡们力挽狂澜了吗 也有网友说 农民勤勤恳恳为国家度过一次次危机 不说给好处吧 这还要消灭农村根基 几万块 就想把农民唯一财产收走 提出这个办法的 不是蠢就是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 沈明氏分析说 中国要农民放弃宅基地 进城购房的政策 目标可能有三个 旧房市 保障粮食安全 以及消灭贫穷 他表示如果农民富有 可以在城市买到好的房子 再转手卖出 或许可以赚更多钱 但现在的问题是 城市的房子实在找不到人买了 所以才找农村的人来买 而事实上 农民普遍并不富有 他们把宅基地卖掉以后 将来要以和为生 再加上中国现在经济状况不佳 很难找工作 沈明氏说 你现在找农民 那农民在没钱的情况之下 又让他脱离他原来 那以生存的这个宅基地 那其实是恶性循环的 那其实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 退出的宅基地将归还农村 集体用于复根复肯 但沈明氏质疑 农民都进城去了 要由谁来跟作 中国政府为了让房地产市场回温 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用大陆网友的话说 就是看懂房市乱象及真相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 当局是最大的利益主体 类似大股东 这就决定了其深度参与其中的动机 也意味着其具有希望 房市平稳健康发展的初衷 但如果什么都管 且遇到危机时只顾自己而不顾开发商 比如超额超前征税和买房者 开发商若降价可能会被约谈的利益 也就是主打一个你死但我活 就会放大危机影响救世效果 也会反食自己 这就像恒大 大股东只顾自己 而不顾小股东 债权人和购房者的利益 最终只能是拖累各方 目前这种局面难道没有破解的办法吗 有那就是八个子 失之求是执政为公 推理到这一步 我不禁扬天长叹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